這個是用圓畫 播放之後再撒圓畫 一百一百的畫作 不要都有精彩的構思 當時他過的藝術家自己的介紹 是讓大家覺得最動心動 就好像自身紀中 我本身也蠻喜歡畫水墨畫的 然後是 他那個記憶裡整個就是 心裡會有一些領悟啦 就是會 畫圖的技巧方面會 會有提升 畫風就是 就是有故鄉的那種 就是 森林啊什麼 老家的那種 感覺 比較帶有感情 感情在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我可以學習他的畫風 讓自己更好 由於提供藝文化黨 這三個中是特別邀請結出好友的藝術 創作家庭清淨 基盤一張個人水墨創作電欄 希望提供後來蘇星 加古街藝術要來這麼參觀 就出提供藝術的風氣 我們特別邀請他在校慶的前夕 那麼到我們學校來展覽 那麼他也 以回饋的心情 來跟我們 所有的這個 師生 來給我們 很好的一個欣賞 那這個也是我們 祖山高中要推動 能夠讓學生啊 陶冶學生的這個優雅的這個氣質 在校慶為主題發揮之下 技術跟人心情 希望讓大家做出 可以看到校慶的味道 並且為我校慶這個主題 來表達回饋自己的母校 我會利用這次的展覽 捐舉幅作品給母校 在家的電燈時間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十月以後 繼續 農中四十八個幾百歲 做 有他們家的朋友 就要好好八個時間 來一座第三高中 分享美麗為做 吉祥朱主 掌報道